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到周末 许多上班族都爱睡懒觉 睁眼了却不怨气 只想刷刷手机 可这样的赖床对身体是好是坏呢 张医生 你帮我挖一下 我给你挖了个赖床绝对不起起来好习惯 这就是不见我哥 哎呦 我来得休息不是总办是不是 对对对 我当年我还是难道了 我来容许起来关系的 对不对不对 我就觉得赖床绝对是对身体不好 江医生你觉得 是这样的 就赖床的话呢 如果是夏天赖床呢 就对身体不好 要早上起来要运动 跟在太阳一起走 就要天人合一嘛 是吧 冬天的话太阳本来就起得晚 我们赖下床是应该的 顺应自然环境嘛 叫做什么 叫做早睡晚起 这个晚了也不能太晚 也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太阳起来了 你就多比它晚一点点就行了 专家告诉我们 赖床这事分季节 如果是夏天那千万别赖床 而冬天中医提醒 早睡晚起 适当的赖床是可以的 只不过赖床的时间 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因为如果赖床太久 或者方式不对 对身体是不好的 长期赖床的话 或者说赖的不对 对身体的内分泌会有影响 比如说你的身体 白天是要运动四肢去劳动 晚上吃一顿晚餐之后 三个步要休息要补 我们的五张六不像充电 白天是消耗 晚上是收藏 如果你赖床的话 你相当于白天冻的少了 你晚上也会睡不着 长期赖床不仅对内分泌不好 也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影响密尿系统健康 减缓人体的血液循环 还会使大脑工血不足 造成我们俗称的越睡越累 真的不辣 我以前完了 要适当的赖床 真的不辣 是是是 那么你都对一个 一台早起来 我们两个人才饱 都会运动 对啊 还运动啊 运动啊 运动肯定是好事情嘛 这个早上起来运动啊 如果放在春天夏天是好事 放到这个冬天呢 这个天气冷的时候 因为外面啊 太阳还没出来 外面蛮冷的 我们运动的时候 衣服一般都穿的比较少 比较单薄 容易受寒 这个时候呢得不常失哦 真的吗 这个也有季节性是吧 对对对 最好冬天的运动 你要看天气暖和了 你再参加户外运动 如果你在室内运动的话呢 你要看室内的条件怎么样 反正就是说不要受寒 冬天就是要避寒 就是别冷到自己对吧 对别冷到自己 其实我要穿的足够的话 还是可以运动的 我现在见到一些 早上起来搞晨跑的人啊 其实他是流鼻水的 就是一边流着鼻涕还在跑步 这个也是不好的 真的得不常失 对得不常失了 所以冬天可以适当赖床 但是要注意时间不能太久 冬天晨练也要注意保暖 您都记住了吗 这个赖中啊 一旦那个食杆太浓了 还敢不然说 你有一句话 这头的文明 可见呢 这个赖中赖久的 不是系列好吃 如果说啊 你又想不肯下吃 又不得不急了 那就没办法了 我还是手机 剩个懒忧 保证呢 五分钟就进行 我面前的这青菜呢 是咱们老百姓家里常吃的 但是呢 我也知道 很多小朋友呢 都不喜欢吃青菜 玉菜 今天的加油毕集呢 我就教大家一个青菜的心事吧 这道菜呢 我们需要的材料就是青菜 另外呢 我们需要把肉剁成肉馅 首先 我们要把青菜清洗干净 记得把里面也冲洗干净 但是不要把它的叶子剥下来 洗好的青菜呢 我们把根部切掉 把多余的叶子掰下来 接下来沿着根部向菜叶的方向 三厘米左右的位置切断 然后我们在锅里加入清水 水烧开后 将刚才切下的青菜根部下入锅中 然后滴入一些食用油 再撒一些食用盐 这样呢 可以防止青菜变色 等到青菜的根部差不多熟了的时候 将菜叶也下入锅中烫熟 然后我们像这样将菜叶在盘子旁边一次铺开 最后把根部摆在盘子的中央 接下来我们准备炒肉末 在锅中加入少量的油 下入刚才剁好的肉馅 待肉馅一变色 舀入一勺黄豆酱 翻炒均匀后 我们再加入一些水淀粉 等到汤汁粘稠后 我们将肉末盛出来 浇在烫好的青菜上 这盘好看又好吃的椒汁青菜就做好了 好 广告只有更精彩 欢迎大家给你 首先我手机在盖成什么 我不是 我手有剑 我找到你 要到某个地方去 你把某个女帮我摘 我热的就摘了 就到某个路上 好好手机 摘到地上 你不懂得摘摆 哎呦 我心里挤了 我手机摆了 那么我手机摆了 手机摆了手机摆了手机 噴呀就过去了 诶 这个就过去了 摔碎手机屏幕的心痛滋味 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肯定也曾有体会 如今为了更好的保护手机 各种手机贴膜 保护壳层出不穷 最近网上更是出了一款 号称高科技的 纳米液态保护膜 没错 你没听错 就是液态膜 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拿在我手上的 这个小小的蓝瓶呢 就是我们从网上买的 传说中的 纳米保护膜 这个东西呢 看起来确实是挺神奇 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 网上说的那样 可以防摔 防刮蹭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 小小的实验 来测试一下 打开液态膜包装 液态膜是存放在一个 小小的蓝瓶当中 除了液态膜之外 还有一张湿纸巾 先用湿纸巾擦拭 要贴膜的部位 然后再把液态膜 倒上去抹匀 为了防止屏幕受损 我们把液态膜 涂在了手机壳上 进行实验 接下来呢 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把这个 纳米保护膜 直接滴在我们 想要保护的这个 手机屏幕上 好的 现在这个纳米保护膜 已经是倒在这个 手机上面了 从这个视觉上面来看 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跟没贴膜的感觉 是一样的 不过呢 感觉是比刚才 要更加的鲜亮了一些 不过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测试一下 它的这种 防刮防摔的能力 究竟怎么样 刚才呢 我们是试着用剪刀 锋利的东西来 刮了一下这个表面 但是 我觉得它的效果 并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这个镜面的地方呢 是非常的明显 已经出现了 非常明显的挂痕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乍看上去 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把这个手机壳 掰下来看一下 有没有 水 哦 有 看一下 在这个手机壳的摄像头 包裹摄像头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啊 已经 摔的 裂开了 看来 这纳米液态保护膜 并没有网传的 那么神奇好用 大家如果是为了 给手机 加一道保险 可以买来尝鲜试试 但可千万别以为 有了它 就无间不摧 不然可就真是 交了一把智商税了 哎呦 果生是你没有哈 哎呦 还辣米 真的是 别让你的小高国际 实际上 有些逼得大家高费 我建议大家 千万别浪费 手机 改变吗 还是点吗 好 也就找到了吗 据说要评判一个舞者的水平 只需要看他的背影 一个好的舞者 他的背影是有韵味和故事的 如果把历史比作舞台 那么玉山的背影则牵动着我的目光 我看到他舞动在唐宋元明清的一针针影像 辗转腾螺间 舞出一片艳阳天 被誉为单亲神话而为天下取责的唐代著名画家 颜历本 者是玉山 他的墓地就安顿在武安山峰临与山坡的丛林中 俯瞰着由他身前捐赠家产而建成的普遗斯 他是多么清新眼前的这一片青山的水 一个人与一座城到底有着怎样的精神交流 这一切就只能交由原历本书画院的老师们 一点一滴的从历史的缝隙中去追思了 青花云龙文相而辟为元代玉山县经德社 奉神弟子张文静在景德镇灵烧 现在被英国大为德女士收藏 因为瓷瓶罕见的标注了制作的时间为元代 所以一直被研究界视为元青花的地形 高四米宽约两米的明城墙至今仍保留着一千米 毕竟几百年的风雨依然坚不可摧 在古代古人以高高累旧的城墙来祈求和平的愿景 而事实上任何城墙也抵不上人们内心追求和平的信念 来得更加坚实伪 一部清乾隆年间的童神寺考篷 我们看到那口气性严谨的规制和两旁对应的各25个考间 这里是江南仅存的两处 科举考试不可移动文物之一 而说到科举的另一个奇迹呢 就是史上最年轻的状元竟然也是我们玉山人 他叫汪应成 那一年他17岁 看着眼前这些童神着轻衣长衫在这里穿梭 反复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这座考篷见证了玉山多少贤良世子的风采 又成全了几许修奇之品的雄心 玉山能以博士县才子乡闻名于世 这跟古代重文众教之风是一脉相承 这个新牌抬球桌您肯定有印象 英国联合杯赛 德国大师赛等世界高端抬球赛事 指定品牌就是它了 那他们的抬球桌面呢 都来自于玉山 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国际赛事的抬球桌 都喜欢用咱们玉山的青石板做桌面 一会儿啊 咱们就到工厂去一探究竟 一块这样的青石板 在加工打磨后 成为一块抬球桌可用的原材料 再用五块这样的板子 拼接成一张标准化的斯诺克抬球桌 玉山县一年生产抬球桌三万多套 抬球桌面十五万块 产值超四亿元 不仅给玉山创造了经济收入 也让玉山抬球之多的名号 享誉全球 先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这个塞尺呢 是六丝 七丝 八丝 这个丝是什么概念呢 一丝相当于0.01毫米 这是比我们的头发丝 还要更细一点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间隙有多少 八丝 七丝 六丝都塞不进去 那说明咱们这个间隙 是比六丝还要更小 这种以丝为计量单位的检测标准 保证的台面的平稳 确保抬球能在桌上走直线 而且不会弹票 不论是中式抬球还是斯诺克 抬球桌也能看出比赛的等级 如果是重要赛事 就毕竟是使用玉山的青石板抬球桌 这种无可替代的可调性和稳定性 撑起了无数台球运动员的辉煌式 玉山的台球产业 给当地带来了经济旅游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 让全民健身意识深入人心 在玉山有八家台球俱乐部 195个台球点 经常参加台球运动的人达5000余人 这个具有欧式风格的建筑 就是前不久刚建成的台球文化城 不仅是一个台球培训的基地 还是个综合体育馆 11月3号落下帷幕的2019斯诺克世界公开赛 也是在这里举办 大赛到小城 小城办大事 正是玉山台球事业发展的建成 未来玉山的台球产业 正如一杆蓄势待发的球 在平稳的桌面上 时刻准备着 让全世界听到金球后的圣地欢呼 广告只要精彩继续 接下来是明珠阿萨去豪宅断桑桑 今儿个仔跟菌类有关系 就是我们南庄就挖个固子 要挖的高等下 最羡慕云南您 因为离离反正的原因 这个菌类之物 是生长得特别丰富 好 今儿我们就来论一下 菌类的仔 我家是各种菌方的一级 保准围绕腺 不过菌呢 危险的腺 因为是磁带未进 腺得不得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们美味酱上菜的时间 我们的刘大厨呢 还是如期他给我们大家来做这个 好吃的酱上菜了 今天做的这道菜很有营养 叫什么东西 那个鲜肺杂菌 鲜肺杂菌 说起来啊 平常这个菌类 我们可能吃的不是太多 主要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 是不是 今天这道菜会好 就是吃的是个什么口味呢 主要是吃它的鲜味 鲜味的 对 鲜嫩 好 我们来看看这道菜 需要哪些原材料呢 鲜肺杂菌需要的原材料有 华子菇 杏鲍菇 蟹味菇 大蒜子 小米椒 芹菜段 母花肉片 我们今天准备的呢 就是这几种菌类 但是其实呢 如果你想吃的话 也不是限定于这几种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今天我们那个大厨厂拿的这个呢 它是比较特别的 叫华子菇 对对 这个是哪里有的 这个云南那边比较多 比较多 对 应该说那云南吃菌是很厉害的 对 有这个优势条件在 今天我们这三个配在一起的话 您自己提前试过吗 感觉这味道怎么 试过很鲜很嫩 而且就是说 因为我们当地的 就是鲜菇了 一般是平菇 香菇 茶树菇 圣豹菇 但是我配的一个 发尺菇在里面呢 口感更好 就一下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看过去它就属于那种滑滑的 对对 很嫩很滑 所以叫花子菇 对 第一步怎么做 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圣豹菇 一根茶树菇先爆香 好嘞 但是这个菜里面呢 我们放了一个就是五花肉 它就更提鲜 现在猪肉贵啊 但是用这个猪肉来做的 这个菌类的菜呢 一定会很鲜的 它这个起点睛之笔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定不能少 编我们这五花肉呢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 很多次都告诉大家了 编五花肉是有技巧的 对 首先是这个菇外 我们要收热 它就很容易粘锅 然后爆这个五花肉呢 我们不要爆的太干了 太干了就不好吃 太柴了 先制一下锅 热锅下油 下入五花肉片边炒 待五花肉片变色 猪油边出 下入大蒜子小米椒边香 香味一出 下入蚝油增鲜 老抽上色 杏鲍菇蟹味菇 下锅翻炒 炒匀 炒匀之后 下入一些啤酒增香 再下入一些清水 调味来一点生抽 老抽 鸡粉 盐 下锅炒匀 待滋味融合 下入芹菜段增香 最后放花子菇 充分翻炒均匀 起锅前淋入一些明油 这道鲜灰杂菇就做好了 现在咱们的鲜灰杂菇的这样就做好了 这道菜一个字鲜 注意点什么 这个注意就是 在锅里煮的时间不能太长了 太长了 这骨子的它的口感不好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平常 可能真的是吃菌类 还是比较少的 学会我们今天刘大厨 教大家这个方法呢 回家做一道好吃的菌类菜 家庭人肯定会觉得特别惊喜 对 又鲜又健康 非常好 感谢我们的刘大厨 他今天教我们的鲜灰杂菇 Tagadu 鲜灰杂菇 看起来有点赞 看起来保存每条鲜 或者永永富富 这个结果呢 是挽留个分论的 对不对 弄起来也不然 好 今天国家为啥仔 哪个有点赞 鲜爽爽爽爽的 大家好 我叫曹仑芳 希望帝宝当家 送一套菜给我父亲吃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食安心地 我是琪琪 咱们今天要送的这道菜呢 是一道养生菜 已经在其他手上了 是这个杂菇 里面有很多种类的菌类 这道菜应该非常地好吃 而且非常地养生 咱们今天这道菜呢 是曹姐姐要送给她的父亲的 我们现在替她表达爱意趣 走了 好嘞 这里面 曹姐姐 来了 开门 好我们进去 来来来 我们现在来到了小曹姐姐家 曹叔叔也在 我们这样吧 趁着菜热 因为这个秋冬季节容易菜凉 我们先尝菜好不好 看好不好吃 吃才是最重要的 来 看好不好吃 好 这道是一个养生菜 杂菌 里面有非常多种类的菌类 我们刚来的时候 发现小曹姐姐在家弄饭 是不是 对 这平时您是家里的大厨 对 是这样的 那这个家里面弄菌类是怎么吃 打汤还是 这个啊 打汤比较多一点 打汤多一点 会因为它比较鲜嘛 菌类是提鲜的嘛 对不对 那我问一下 今天为什么会想到 给父亲送到菜吃呢 我爸爸辛苦了 他在这里跟我在小孩 我们做父母的 就是也是应该那个 搞点想办法的搞点吃的 好吃的 给他弄 给他表达一下是不是 人家都说 只有自己当了父母之后 才能这种切身的体会到 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是有多么的热爱 从小对我们是有多么的心疼 对不对 小曹说年轻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生气的感触 反而是现在当了母亲之后 才感受到 父母这几十年对自己是多么的关爱 我上学的时候 那个我爸爸他就 他有时候我搞的了脚嘛 他就摔到了 摔到了 摔到脚 那我爸爸他就用自行车啊 扶着我 每次送我接我 就是每天这么接送你 扶着你 对对 然后一直到你脚好吗 对对对 那这个阶段持续了多久 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吧 一个多星期 其实那个时候 你作为当事人来说 可能不会有那么深切的感触 是不是当 就是自己做了父母之后就 就感觉得到 他父母做父母很辛苦 确实很辛苦 那么今天接着我们镜头 有什么话想要对爸爸说吗 做爸爸的确实是辛苦 我们做儿女的 长大了 做了儿女 做了爸做了妈妈了 才体会到父母的那个 那个 好 辛苦 对 辛苦了 养儿方知父母恩 这句话道出了多少儿女的心声 而当岁月的沧桑爬到父母的脸庞 当他们没有了乌黑亮丽的头发 我们也希望子女们 能给他们多一些疼爱 电视机前呢 您有什么样的愿望 希望咱们美食爱心地 替您实现吗 如果有的话 欢迎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 071-8831-6800 我们尽力 替您完成 养儿方知父母恩 我们尽力替您完成 养儿方知父母恩 帮我们带来的 偶遇要帮助我们带 那我们 本来到了退休的年纪 好多老年啊 都会养儿童晚年 养儿童之间的退休生活 但是为了宅女 前面选择了风气 还是帮助代替上台 所以这里的网易局 幸福了 我们年轻人 要哆哆滚咽 对老年啊 好一点吃 好 今天的节目 由于来个晚上在前面 过来是明天我们 准点中间的 可以帮我做个 感觉系统保安之 欢迎来个早面文化和文化 在小学习逛逛 刚好改变 我们节目 明天再见 拜拜 哎 是你啊 我 你的头毛了 我发现如果你在 有熊王抓住 打扮你打扮你 那熊猛猛猛的住寻的人 哎呀 越娃越那熊猛 你